5月24日,青海省果落藏族自治州马多县民族寄宿制学校的升旗仪式场,八年级学生捉马拉毛说,灾难只是瞬间,但我们团结互爱,克服困难,这样的温暖会一直持续下去。 当日,是青海马多7.4级地震后的第三天,全县受灾的五所中小学1906名学生全部安置在帐篷中正常上课。 马多县民族寄宿制学校9年级的帐篷教室里,近40名学生穿着棉大衣,盘腿坐在小凳子前,摊开的模拟试卷上笔记密密麻麻,身旁落着厚厚的工具书,班主任李嘉才让正在讲解习题。 他告诉记者,地震发生后,他们利用周末抓紧时间搭帐篷,搬运黑板,书本,现在教室里的用品都已齐全。 记者在二年级一般的帐篷教室里看到,学生们坐着小凳子,书本搭在腿上,数学老师杨倩招毛拿着算盘向大家演示,学生们听得聚精会神。 校生人数是873,这个里面包括我们走读的孩子,走读的孩子从今天也是正常来上课。 周日以后是先给就是说九年级四个班和我们的六年级安排教室以后进行了上课, 然后陆续的从八年级到一年级,昨天下午都已经安排教室,晚上都上了晚自习, 所以今天就是我们是正常上课,给孩子们也就是没耽误什么课,昨天的主题班会也上了。 操场一角,负责后勤保证的李文彤不断翻炒着大锅里的菜瓜牛肉粉条。 他告诉记者,往常学生的午餐都是两婚一素,但今天暂时只有一个菜,新鲜的甘蓝,土豆,西红柿,每天都会运来一趟。 目前他和同事食人负责全校师生的三餐,先保证大家吃饱吃热,过几天还会支起更多的炉子和大锅。 上午第一节课结束,扎西捉码和同学在操场上透气,他告诉记者,帐篷里有点闷,大家挤着做还有点不适应, 但是学校为他们安排好吃住,还有很多人送来棉衣、鞋子,老师也在鼓励他们放宽心。 昨天和爸妈视频,他们看到学校的环境一点都不担心了。 九年级的花吉跟住在马多县花石侠镇的父母通了电话,他说,地震没有打乱学校正常的学习生活节奏, 离中考仅不到一个月,必须抓紧时间,争取考上省会西宁的高中。 马多县教育局局长范启龙说,短短两天内,学校教师、武警、消防、志愿者齐心协力搭建其270多顶帐篷, 为今早各所学校正常上课打好基础,现在他们还缺少行军床和住宿帐篷, 以向抗震救灾指挥部申报增加,要合理调配入住人数,以防学生受潮感染疾病。